屋頂外工程人員拉開捲尺 不斷來回仔細測量屋頂玻璃寬度 準備進行物化工程 因為造型玻璃窗的位置 就在女廁正上方 民眾擔心上廁所時 玻璃反射 純光外洩 根本無法安心如廁 花蓮致命景點七星潭 日前就有遊客發現 晚上到女廁上廁所時 平時屋頂用來採光的造型玻璃窗 竟然會反光 民眾在廁所外 就能透過上方玻璃反射 清楚看到廁所內的馬桶 嚇到破文上網 引發網友熱議 重回現場實際觀察 頭頂的造型玻璃窗 的確會有反光情形 但並不是看得很清楚 遊客擔心隱私全被侵犯 縣府也立即做改善 全面檢視風景區 就是要讓遊客可以安心如廁